一提的話也許就把他Ending一下 所以最後我寫出來的結果 就是我把它換成不要放C疊 因為剛剛放C疊會有個狀況 就是刪除檔案他就不給刪 無論我怎麼改 好像Print出來路徑也都OK 那就是不行 但是以前上課之後沒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應該可能是因為 我發現現在我們用的是Windows 11的吧 所以他現在也會有比較嚴格的安全控管 那後來我就乾脆好這樣 我就把它放在我隨身疊1疊底下 在這個目錄底下 然後我就試了一下 我發現OK 所以我沒有改任何程式 我就照剛剛的方式再Run一下 有一個合併 所以我是把它放兩個module 然後一個module是 這一段1到9行是剛剛寫的 那底下這個是刪除 那刪除實際上怎麼寫 其實就是把這兩行有沒有 複製下來 所以這兩行實際上 指的就是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就把它複製到這邊 就這兩行一樣 然後呢 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因為我裡面會有一個O.TST 所以我就是跟他講說 如果呢 假如什麼呢 假如那個你讀到的檔名 對不對 不能不等於 一定要是不等於O.TST 意思就是說 除了O.TST以外的檔案 你就幫我刪掉吧 OK 這個是一個序 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就是這個裡面的所有檔案 比較一下 如果不等於 這個O.TST 不等於是這樣 金碳號等於 叫不等於 那就閃 所以理論上 合併完之後 會產生一個O.TST 然後呢 把25個檔案全部刪掉 OK 試一下 資金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我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 這個25個檔沒問題 然後把它RUN一下 資金 合併完成 也沒有錯誤訊息 那看一下結果 O.TST有了 OK 所以剛剛在C疊 怎麼試都試不出來 這簡直有點鬼打牆了 試半天 所以有的時候 假設你遇到這種問題 真的不要再試了 換個地方就好了 就好了 真的 所以剛剛一直出現那個什麼 什麼 File Nother Fund L 然後後面有瓜糊 我發現有WIN L WIN的話就是 這個Windows的錯誤 那我在猜啦 所以剛剛還是猜想的狀 然後有時候 遇到這種狀況 就變成要自己Debug了 因為沒遇過嘛 OK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裡面確定有86K了 所以我們就達到 第一個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另外呢 我們又寫了另外一個 module 叫做 剛剛是合併嘛 然後後面我又增加一個 新的module叫分割 一樣嘛 我就把它存檔 叫分割 分割的話其實更簡單 剛剛程式呢 可能還比較多 不過你會發現 雖然九行有沒有 底下這個 這又增加四行 其實這兩行呢 其實就是上面這兩行複製下來的 然後多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多一個OS 點remove有沒有 remove後面的話就是 這個後面 這個其實是從這邊call過來的 所以這邊的程式有沒有 remove的後面這個括弧裡面 實際上就是從這邊call過來的 一模一樣 所以主要可能你們會出問題的應該是 做邏輯判斷 其他都一樣 分割的話呢 其實更簡單 這邊的話 remove只有remove一個檔 就是all.t 所以我們待會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所有的25個檔案呢 恢復之後 再把all.tsc刪掉 也就是還原的動作 OK 其實做一次 其實剛剛這個細節 都有讓大家了解 只是說那個細節部分 我就沒有再去run 不過你們可能假設你 曾經有bug 我是建議 你可以在中間加一個print 比如說你先確定print 你有沒有讀到這個檔 然後你有沒有得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print一下看看 也是一個除錯的技巧 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其實假設這一行註解 拿掉的話 其實最後留下應該也就九行 九行也OK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它會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檔打開 然後透過split有沒有 把它切割 有沒有 切割的話就變成說 它一個檔一個檔有沒有 所以是假設一個檔非常大 然後三重在這邊 三重反斜線N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中立在這邊 不過最後 這邊多 最後會多一個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 等於是0 應該會到20 25吧 會多一個 OK 所以呢 最後這個可能要把它去掉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split 然後呢 回圈範圍記得要-1 那檔名的話 就是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所以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那你就是用15冒號17 那17的話 就是停下來的位置 所以是1516的意思 那15字跟16個字 那就加1 所以變16個字 跟第17個字 那就我們掉的啦 不過應該我在想啦 應該我自己都有這樣的問題 每次都還要加一個字 減一個字 這頭很暈耶 所以我在想說 未來為什麼 那個政列為什麼不要從1開始 這改一下就好了 這也沒什麼啊 就像Excel 你會發現Excel的第一列 它絕對不會從第0列開始 人家為什麼Excel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Python不做得到 不行嗎 我覺得沒有不行啊 因為改一下而已啊 對不對 改個順序嘛 這樣對於寫程式的人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更簡單一點吧 OK 不然的話 常常我發現很多同學 從0開始算都搞 他為什麼不從1開始 對不對 所以 不過沒辦法 現在Python 這是他的規則 你改不了 OK 所以呢 另外有一點喔 你會發現喔 以後要取第幾個字喔 有沒有 一串文字 第幾個字喔 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串列 所以其實文字有沒有 就字串喔 其實等於是 它是模擬出來的一個串列喔 所以你也可以把一個文字 當成一個串列 所以第幾個字有沒有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切割 OK 所以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比如說 你要這一串字裡面的第幾個字 也可以類似像這樣的方法 但是VPA的話 就用MID啦 有沒有 MID 然後第幾個字到 可是在Python裡面呢 就是用中瓜符 然後第幾個字開頭 冒號到第幾個字結束喔 就是前一個字 所以這邊得到 第15 第15加1 16加17 檔名 副檔名 OK 然後最後把它write出去 那最後呢 一樣把那個 all.tat remove掉 那剛剛呢 在c跌不OK 所以記得啦 如果你們將來在練習的時候 假設你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10以後的版本 那你就不要再鐵詞了 請你練習的時候不要再c跌 不然的話 你all.tem.remove一定就卡住了 我在猜啦 不只是all.tem.remove 其他應該都一樣 任何程式 因為主要原因 並不是出在程式語言 而是出在那個作業系統 它變得比較嚴格 因為它限制了你的一些權限 主要當然也是我剛剛講的 尤其像一些病毒部分 你要一直 假設遇到這種狀況 那作業系統就可以限制 這個病毒不會 大量的去感染其他檔案 或者是 直接刪掉你的檔案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應該相對安全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run一下 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是把 原來這個 現在已經合併了 剩下all.txt 然後分成25個再把它刪掉 這個很快一下 run一下 OK 有沒有出去 沒有 分割完成 然後我再看一下這個 檔案裡面的話 對 現在就25個檔案 那all.txt 也瞬間就不見了 所以等於是一個cycle 現在的話 如果我要再合併的話 那我再切 切回這邊 再把它run一下 它要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是all.txt OK 兩邊可以互相切來切去 你要合併就合併 你要分割就分割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 就是說如果exale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 那exale因為它不是純文字檔 OK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們將來要 在exale做類似的動作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先 怎麼去開exale檔 OK 那開exale檔的話 你可能就要外掛了 那外掛的話 那個外掛 內建的模組 它沒有幫你裝 你變成你要自己去裝一道Pandas 最簡單就是Pandas 那所以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你要先了解它的結構 然後再去用它的使用方法 去把裡面的工作表合併在一起 如果你要分割 再把它分割 那能不能做到 當然可以 但是可能寫法 還就是有些地方又不太一樣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先ending一下 那後面的話我們再接著來看 這個後面的部分 好 消化 積用 好 谢谢